HELLO 大家好,我是劍聖,現在來跟大家分享的是九本的部落戰 我們這場部落戰對到的是一個九級的部落,九級拿九級,讓我們來看一下這次的九本部落戰 第一個要給大家看的是快樂就好,來看一下快樂就好 來,給大家看一下,這是對方的陣型,有格子陣,然後放格子陣呢,放裡面這邊呢,要嘛就陷阱,要嘛大炸彈喔 非常的明顯,那通常我覺得應該是放陷阱啦,大炸彈應該都是放在這種被奇怪的位置啦,看一下點點,或是放在外面都有可能 那快樂就好他的打法呢,是用天女流的女母神帶著五隻豬,原軍的話應該是藥籃跑,然後可以看到快樂就好帶一顆石頭來斷邊用的 那他進攻位置會選在六點的地方 天女 那對方援軍是會直接被女王踩出來的 那這邊可能要小心一下,如果踩出來的話呢,可能要 就是一定要選擇下狂暴的技能,那如果可以剛剛好 對方女王也吸住的話,壓個技能應該可以直接全部打掉 但是,我覺得也會有一點危險 好,這邊先選擇下一個狂暴,處理到對方的龍 然後等一下注意的是,前面有兩個加農炮,然後還有雙王,所以等一下要嘛就是壓技能,要嘛就是再丟一個狂暴 那當然,應該是壓技能啦 好,在三點地上放了一顆石頭,後面放了三個法師去清邊 那你看到對方十七級的男王去打女王,然後還有劍塔跟砲塔,所以這邊下毒藥之後壓技能 那對方女王呢,是去打石頭,這個不錯 好,女武神放出來,藍胖也放出來 好,進來爪克就好,這邊沒有選擇,馬上壓技能 好,你看到她技能 HOLD了滿久之後才放,這邊放了一個狂暴,然後再下一個補血 那看到大大大沒錯,是放在左右兩邊,裡面是四點塔,那跳跳是跳出來的 那女王這時候是掛掉了喔,然後天使就轉去補女武神,或是藍胖 那因為這種陣型呢,用死法珠 就是用珠來打的話,也是滿好打的,你看到格子陣 踩不到彈簧 然後這邊,炸開,蹦蹦蹦,不過跳跳還是跳過去了 好,這個三星 OK,這個是快樂就好打的 第一個三星 那第二個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皮卡 皮卡這場蠻厲害的,他用的是暴流口球拿來打波波戰 那對方的陣型呢,他還滿分,就滿大的啦 那防空的話是分在四個位置,四個區塊 那右下角這邊呢,女王比較外面喔 所以皮卡他選擇是用男王直接去把對方的女王處理掉 那對方援軍是龍喔 那來看一下皮卡怎麼去處理 你看到是暴流口球,就是五條狗 十九個黑球 好,先放王去弄對方女王 好,往西過去壓個技能 好,王宮沈身退 皮卡這時候就放出他自己的狗還有球 然後打法的話應該是 順時針打過去 好,先放了一個加速,又再放了一個加速 然後出發到雙電塔 好,之後龍跑出來 皮卡下了一個狂暴 那龍跑出來的話呢,右邊的黑球是絕對會死掉的喔 好,再下一個加速 所以砸掉兩個法師塔 好,左邊也在下一個狂暴跟加速 剩下的狗陸續補出來 剩下的黑球才對 然後龍這邊呢,皮卡就盡量用 毒去限制 好,你看到狗全部爆開 龍也是處理掉了 然後剩的球的數量呢 沒有到非常多 不過女王是還活著 好,剩下 蹦,還剩下三個黑球 小狗的數量蠻多的 女王也是活著 所以這個 三星呢 OK的 還蠻猛的喔 因為對方援軍是龍 厲害厲害 這個真厲害 那第三個要跟大家分享呢 是阿賤 阿賤的話呢 我剛才看了一下 他這個 前面是15 但是他的法術放得非常的漂亮 然後讓他整個救回來 對方正宜長這樣子 裡面通常也是四殿塔啦 好 那阿賤的打法呢 是用 比較基本的 十、法、女武神帶的九隻豬 雙等級呢 是20級以上 那對方也是一個蠻久啦 然後先放蒼雲去清外面的金庫 然後再放一些弓箭手幫忙清一下 然後放了法師 選擇從兩點跟三點的平面打過去 那 這樣要打的話 右邊這個金庫跟上面那個金庫就要注意一下 因為 你看他女武神是要硬幹進去的 那女武神就有可能會 被金庫拉走 我看到 如果他這時候放的話是不會被拉走 但是加龍炮被打掉之後就有可能被拉走 你看 被拉走了 那這邊看起來感覺大勢一去 雖然說援軍是漂亮處理掉 但女武神歪掉其實就有點糟糕 好 對方女王掛了 龍也是會處理掉 等一下會再帶一個連弩 那這時候阿賤援軍是要 滿級豬 因為總共是14 16 16條豬 應該是15條才對 好下補血 那你看到阿賤的話就把狂暴呢 先放一個 先放一個補血給豬 等一下會把狂暴呢 再留給 總結一下 這邊這個狂暴下 蠻漂亮的 留給豬又給到女武神 然後再下一個補血 那因為沒有毒藥的關係呢 所以王 會打豬 好讓王一直跳一跳去的 還好還好 好可以看到豬的數量還是很多 女武神 好把骷髏清掉漂亮 好這邊下一個補血 這個補血是放的 不錯 他補到女武神又補到豬 那部隊走歪 最後還是走進來了 舊的真漂亮 洞 跑出一個氣球 炸掉蒼蠅 女王死了 要豬 還蠻多隻的喔 然後女武神也是有剩 三星 他裡面是大炸彈 呵呵 也是有電塔 還蠻壯大的 真的是還蠻漂亮的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這 三個 波羅戰 那這邊再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健身所辦的那個 部落友誼戰的活動呢 目前確定有報名成功的是 六組 那我想知道是拿六組的話 可以上健身的粉絲頁 那 有一篇置頂文章 上面有組別 那 嗯 健身的部落自己有報了兩組 所以 沒意外的話 現在應該會是七組 有一組還沒報 所以會是七組 那距離目標最低八組 還差一組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想要參加會可以再去看一下健身所 呃 分享的那部影片 那裡面都講到 然後 有兩部啦 那兩部都有提到 有興趣的話再去看一下 好那 這部影片就到這邊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看見 我們下次見 看看